哈喽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i 那今年春夏的oversize的衬衫 真的是超级超级火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女生说 欧美女生她们天生头小 脸窄腿又长 所以穿oversize的衬衫 当然超级好看 但是我们亚洲女生呢 就很容易穿出臃肿的感觉 所以她们就不敢轻易入手 那今天的主题呢 我就是想来跟大家一起 试穿几种oversize衬衫的穿法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 oversize衬衫的穿搭灵感 好了那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在日常工作中 上下班路上或者是外出通勤 都会暴露在紫外线之下 穿一件长袖的白衬衫 当作防晒服 可以在开车的时候 防止肩膀和胳膊被晒伤 下身我搭配了一条 黑色高腰烟管裤 和一双衣子带高跟凉鞋 这样可以修饰 腰铺到脚踝的所有缺点 夹胯宽啊 或者是腿不够直 大腿粗小腿肌肉多 这些问题都可以 很好的进行修饰 金色的几何形阿尔式呢 给整个look一些亮点 也会显得更加的精神干练 在户外工作的时候 这件白衬衫也非常管用 宽宽松松的版型 走路带风 白色反射阳光 也不会很热 那从户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内外温差非常的大 经常一进门 就凉出了一身肌皮疙瘩 这个时候穿一件长袖衬衣 可以很好的预防空调感冒 也可以这样把衬衫放在裤子里边 在拉高腰线的同时 也会显得更加的精神干练 再拿一个款式简约的手包 这样的搭配非常适合在职场穿 如果觉得全身黑白搭配太过严肃 也可以拿一个这样的绿色包包 金色的链条又可以跟耳饰进行很好的呼应 看上去更加的摩登 更有都市感 下班后跟朋友吃饭或者参加聚会 可以穿的随性一点 小蓝色的牛仔短裤 配运动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逛街也很好走 牛仔短裤可以选择这种A字型的 遮住了大腿的坠肉显得腿更细一些 衣脚也可以遮住胯的部位 这种穿法对胯宽的女生很友好 想要俏皮一点也可以把衬衫在腰部系一下 想要可爱一点就可以把衣领打开露出肩颈 搭配一条choker会有减铃的效果 如果喜欢个性一点的话 早上出门前可以戴一个小背心 下了班以后这样套在衬衫外边 衬衫就变成了一件短裙 白色绿色的搭配也会显得很有活力 又有个性 简单清爽的look总是能给人带来好心情 如果想要穿的再性感一点 用白衬衣搭配黑色过膝长靴 这种简单慵懒的性感 就不会有用力过猛的感觉 跟姐妹们玩的时候心情就会更加的放松了 傍晚在小区散步也要美美的 单心蚊虫叮咬呢就可以搭上一件oversize的白衬衣 戴上一条项链穿一双平底鞋 就可以轻松的打造一个舒心的look 大家的衣橱里应该都会有这种非常休闲舒适的连衣裙 把白衬衣的衣角这样系在腹部 遮住小肚子 即使刚吃完晚饭也不用吸着肚子啦 随手拿一个链条小包包 现在就出门散步吧 或者也可以搭一条阔腿裤 完全不贴腿 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上身穿一件圆领的top 搭配一条简约的金色项链 以及很有造型感的戒指 再来一双舒适的人字托 穿后溜弯也是可以很有态度的 下日度假白衬衣更是必备单品 如果实在不知道该带什么衣服 那白衬衣一定是最安全 不会出错的一件单品 白色的衣服在风景中拍照 会很出片 把白衬衣这样交叉一下绑在后边 再把结放在里边 把这件白衬衣变成一个比较有造型的短款衬衫 上宽下窄的造型可以在视觉上优化身材比例 纯棉材质的衬衫 很适合搭配这种修身的针织长裙 从材质上 它们都给人非常贴近自然的感觉 而且穿着感舒适透气不紧绷 输游的时候穿再适合不过了 同样呢搭配带有真丝光泽的长裙 也是很适合的 裙子上的白点跟衬衣相呼应 很好的在一个look中融合 因为这条裙子呢 是柔美浪漫的法式度假风格 把白衬衫在胸前继承一个花苞的形状 让这件防晒衣在整个look中更加的协调 最后是周末在家追剧的时候 白衬衣绝对是不二选择 不需要精致的装发 随意套上一件oversize的白衬衣 一双拖鞋 舒适随性 即使是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突然按门铃 也不会手忙脚乱 去超市买菜 在小店买零食 只要拿起一个小手包 搭配一两个简约的视频 就可以出门了 周末就是想轻轻松松的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放空的自己 白衬衣真的是非常适合 好了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想到的生活中的一些穿搭场景 不知道你觉得哪一套更实用呢 你最喜欢的三套穿搭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 另外大家对什么主题感兴趣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 这边已经着急了不行了 那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的视频中心了 那在微博V站 还有小红书Instagram 大家也可以找到我 期待你们来跟我互动哦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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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